这个男人每天早晚都要对妻子的内衣裤进行拍照记录对比 以便牢牢记住妻子每一件的内衣裤 无论是穿过的 没穿过的 还是闺蜜送的 只要是颜色过于艳丽 就会贴上变签 写上侮辱性的言语 甚至在130平的公寓里架设了六台监视器 就连卫生间都有 而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监视妻子的一举一动 妻子在如此婚姻生活下 终究遇上另一个使他改变一生的人 女人叫瑞震 是位知名电台主播 自从不雅视频流露网上以后 不仅同事们对他投来一样的眼光 还失去了工作四年的电台工作 甚至老公将他扫地出门 如今走投无路的他来到韩国离婚胜诉率最高的事务所 委托程翰律师把婚礼得漂亮一些 可是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 表现出来的都是抬不起头又想一死了之 他却抬头挺胸一副理智气壮的样子 让程翰感觉不太舒服 虽然不知道事情全貌 但是他大概了解部分状况 如今不雅视频弄得人尽皆知 使得瑞震处境不太乐观 想要离得漂亮 几乎很难 听到此话 有着些许激动的瑞震不明白怎样才算离得漂亮 而自己的诉讼请求很是简单 家庭财产什么的都不想要 只想争夺儿子的监护权 然而他的处境不太乐观 婚外情加上不雅视频外流 在这种恶劣情形下发挥母爱 让圣汉不知他是否出自真心 只能再三确认 即便过程非常赤裸 届时处境可能会比现在还要难堪 甚至可能还会败诉 也无法动摇瑞震争夺孩子监护权的心 最终圣汉答应帮他辩护 但必须了解事实 原来 一年前瑞震与同事在一家餐厅偶遇铁粉 他从小奶狗眼里感受到了对方因他而心动 这是他很久未有的感觉 让他很是享受那种感觉 后来瑞震常去那家餐厅 因为去到那里 会让他感觉自己在发光 久而久之 他们的关系有了升华 时常在一起探讨生命的起源 瑞震本以为逃离丈夫的魔爪 没想到却掉进了另外一个深渊 小奶狗喜欢拍摄视频 以便记录他美丽的容颜 为了防止有人破坏气氛 小奶狗直接夺走瑞震的手机 直接调成飞行模式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我行我素 故意删掉刚刚拍摄的视频 然而就在他将手机放在一旁时 又偷偷地开启了路波 记录下了两人的开车轨迹 随着行车记录的外流 曾经贴心的儿子 不仅不吃他送去的水果 反而对他一脸的嫌弃 至于他的老公 不仅对他提出离婚 更是变本加厉地薅住他的头发 对他恶语相向 甚至让他滚出家门 两人的争吵 使得可怜的儿子只能调高音响 用游戏消磨所承受的压力 到了庭外调解时 虽然对方主张瑞震 身为教育片主角 无法胜任独生子的监护权 盛汉另辟他路 陈述瑞震婚后七年的生活状况 由于丈夫几乎变态地占有欲 使得瑞震无论在哪里 和谁在一起 每天都不得不时隔三十分钟 自拍一张和在场所有人的照片 进行行踪报备 使得他工作四年 从来没参加过同事聚会 甚至十年至有的婚礼 邀请了远居国外的朋友 而近在咫尺又能为婚礼增色的 名人瑞震却被排除在外 最终导致亲朋友好友 纷纷与他断了联系 陈汉更是拿出一袋变迁 这些都是瑞震丈夫贴在冰箱 浴室 镜子 化妆台等地方 用来对他施加不人道的 藐视与侮辱的话语 虽然只收集了三年 但七年多来总是贴在家里的每个角落 如果考虑孩子身心健康的生长环境 那这种变态行为 岂不是更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此时审判长暂停了调解 准备参考儿子的心理治疗结果 当晚 陈汉接到瑞震决定终止委托的电话 原来儿子突然又喊又闹 并且夺走爸爸打算叫救护车的手机反复几次丢在地上 痛苦的神情让瑞震感觉心痛 然而陈汉听完讲述以后 反而让他好好吃上一顿 因为白天他曾找到儿子 从他口中得知 虽然他想抹去妈妈的记忆 但是最期待的反而是妈妈 甚至害怕爸爸 于是陈汉告诉瑞震 接下来面对的将不再是离婚调解 而是离婚官司 并且迎面很大 平日里习惯逆来顺受的女人 如今全然不顾法官的警告 崩然在法庭上狂甩丈夫两个嘴巴子 他怎么也没想到 丈夫竟然强迫儿子观看自己被偷露的不雅视频 就在开庭的几个小时之前 瑞震儿子嫌又主动约见了圣汉 坦诚地说出了一切 原来妈妈常常趁着大家不注意 赤脚站在阳台边上 她非常担心妈妈就这样死去 妈妈过得很痛苦 而年幼的自己不仅没能力保护妈妈 还被爸爸强制要求按照她的方式 完成法庭的心理治疗 甚至爸爸还强迫自己看了让她痛苦的事 这才导致她半夜突然发狂 疯狂打砸爸爸的手机 成汉告诉贤佑 无论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都无法磨灭 那些烙印在心里脑中的事 如果总是浮现 就努力转移注意力 虽然爸爸妈妈都不称职 可话说回来 假设只能选择一个人 又会选择谁呢 妈呀 原来贤佑曾向恶魔爸爸 表述过自己的意见 我妈妈 你不是我呀 你不是我 我妈妈 你不是我呀 你不是我呀 然而在韩国离婚案件中 未满13岁的关系人 其医院是无法被裁纳的 不过这次贤佑为了保护妈妈 交出了自己的日记本 上面清晰地陈述着 妈妈不在的日子里 只能跟让她不幸福的爸爸 待在家里 甚至认为自己很可怜 这番记录完全与 刚刚爸爸陈述的不相符 此时对方律师认为 贤佑情绪不稳定 才会抱有负面想法 而焦虑不安的年幼孩童意见 不能视为证据 让人没想到的是 程翰认同他的观点 并提出对丈夫进行结问 这才让众人得知 他的霸道与暴力 这时丈夫卸下了伪装 至于对方律师所说的年幼孩童尊严 这种无耻行为 也是为了维护孩子尊严吗 瑞震不敢相信丈夫竟如此无耻 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 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丈夫 紧接着便发生开头荧幕 强烈的情绪波动 让瑞震彻底崩溃陷入了昏迷 当他再次醒来 已经身在医院 虽然已经赢得官司 得知儿子怕他知道事实 会伤心难过 依然想跟他一起生活 离开医院回到家中 瑞震亲自做了儿子最爱吃的料理 这次儿子并没排斥自己 看着如此乖巧的儿子 瑞震双膝跪在儿子面前 恳求儿子的原谅 次日瑞震边带上谢礼聊表心意 虽然目前暂时失业 不过正在到处投递简历 只是没想象中那么容易 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 好在成汉不仅帮他拿到监护权 还争取到合理的财产分配 只是得加紧脚步 目前看似状况不错 可他的前夫会那么容易放弃吗 习惯忍气吞声的女人 看见婆婆辱骂并痛打自己的女儿 立刻拜托他助手 婆婆越打越来劲 女人见状终于彻底爆发 直接走上前去 拉回女儿户在后方 是要把女儿被打的巴下还给对方 原来许沈一家因丈夫生意失败 欠下巨额贷款 婆婆得知后 将出租屋的租客赶走 让他们一家搬来居住 然而每天凌晨四点 婆婆就会过来制造声音 把许沈吵醒 直到吃了晚饭才会离开 期间婆婆只要有点不顺 就会辱骂两个孙女 甚至护着儿子让他什么都不要做 而让正在备战高考的小孙女来做家务 而许沈每天上午都会到饭店打工 下午则管理婆婆的出租大楼 无论是保洁还是租客要求的杂事 全都一手操办 只为补贴家用以及偿还贷款 而她老公则是在家看着电视 许沈每天累得手腕酸痛 只能吃药强忍毫无怨言 只因当初是自己主动与丈夫结婚 如今如此拼命工作 没想到家还得忍受婆婆的数落 这些她都能忍受 只希望婆婆对两个女儿别再那么刻薄 可丈夫是个高龄妈宝男 嘴上答应会去和婆婆沟通 转头便看着电视忘记一切 这天只因丈夫胃口不好 婆婆便要许沈准备豆浆面 顺便下达通知 婆婆打算把楼上的房子出租出去 搬下来和他们一家四口居住 不仅能补贴家用偿还贷款 自己也不用每天上下楼跑动 可许沈家只有三个房间 女儿都长大了 小女儿还在备战高考 住在一起始终不太方便 没想直接遭到婆婆一顿痛批 并讽刺她不懂持家 只知道大手败金 许沈不好顶撞 只能以工作为由先行离开 而后 许沈让丈夫一找朋友为由出门见上一面 希望丈夫能够阻止婆婆搬下来的医院 可丈夫只知道埋头敷衍 许沈见此失望离开 到了晚上 矛盾一触即发 小女儿坚决不同意婆婆搬下楼来 可婆婆却认为自己不该多管闲事 让儿子一家搬来居住 甚至认为孙女念书有什么用 只会浪费儿子的血汗钱 可是家中一直赚钱的人是徐沈 欠下巨额贷款的却是徐叔 眼看着越吵越凶 作为丈夫却一无是处 徐沈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她让女儿们闭嘴进屋 换来的却是女儿遭到婆婆的辱骂 没想婆婆更是变本加厉 小女儿替妈妈不值 不懂爸爸为什么总是这么窝囊 不觉得妈妈很是可怜 就是这一句 忽而狂魔彻底爆发 拉着孙女就打 紧接着发生开头一幕 隔日受购一切的徐沈找到圣汉 开始咨询着离婚事宜 而这场婚姻会就此结束吗 就因为只生了女儿 女人变过了二十多年的看门狗生活 如今矛盾升级 徐沈便找到圣汉咨询离婚事宜 陈汉得知她动粗的对象竟是婆婆 吓得手中的笔都飞了出去 鉴于徐沈的情况 陈汉明确表示 徐沈担心因为动粗而不能胜诉 其实她的诉讼请求很简单 只想拿回属于自己的那份房产 然而房子是老公买的 后来因为事业下滑 担心破产以后一无所有 便把一栋房子过户到婆婆名下 但整个过程她并不知道 直到过户之后她才知道 因为她的意见在他们家就没人在乎 圣汉不明白为什么徐沈要对婆婆动粗 二十多年来看门狗的生活让她没有了尊严 这些她都可以忍受 千不该万不该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女儿 难道女儿就活该被欺辱 因此她才失控动粗 另外一边徐叔或悉尼式的劝慰着妈妈 软弱的态度让其妈妈一度认为是徐沈嚣张的原因 甚至决定拿到至少需要两周以上才能痊愈的诊断证明来惩罚徐沈 更是懊恼儿子当初不娶副校长千金 偏要娶这种货色才搞成现在的模样 看起咬牙切齿垂胸堕足的样子 还以为有着深仇大恨 当晚徐叔一回到家 静止走进了卧室 徐沈见状也跟着进去 没想徐叔开口便责备徐沈不懂迁就老人 希望徐沈能再迁就一次 去找婆婆道个歉 然而徐沈已经迁就了二十几年 人都快逼疯了 认识以来不仅没睡过安稳觉 连个月子都没坐过 此刻她的心已经死了 徐沈明确表示离完婚后便去道歉 在这之前她要拿回这栋房子属于自己的那份 听到这话 徐叔急眼了 嚷嚷着房子属于他妈 第二天 知道徐沈为人和蔼的圣汉决定先去社区打探消息 从中介的口中得知 徐沈婆婆是出了名的恶名昭著 脾气更是臭得不行 反而徐沈为人随和老师 所有的麻烦事都是她一手包办 发廊老板更是透露徐沈不仅一大早起来工作 还要打扫整栋大楼直到深夜 婆妥的庸人一个 哪算什么媳妇 如果是他们 早就受不了跑路了 得知这一信息的圣汉决定接手案件 于是找到正在清扫楼层的徐沈 直言需要证据来证明长期遭受言语暴力 又或者让邻居作证 可现在的邻居又怎么会插手别人的家务事 圣汉再次提议 说不定需要女儿的证词 这时成汉表示可以向法院申请购房支付明细 如果有当时过户给婆婆时留下的公证文书就更保险 这样能证明房子只是信托给婆婆 但房子还是徐叔的 这么一说 徐沈突然想起 当时得知房子过户之后很是生气 担心婆婆以后翻脸不认账 好在当时徐叔写了证明也拿去公证过 并且还存有录音存证 只是这些东西都在婆婆手上 于是徐沈趁着夜色溜进婆婆的房间 翻找着交易明细以及公证文件 然而就在这时 房间突然亮起 银明是恶婆婆一直在重伤未婚先孕的准儿媳 即使月子期间 哪怕和丈夫越好出门旅游 女人依然难逃未运 就这样忍受了二十多年 当找到律师撞高恶婆婆防害名誉 接下来反而跪在恶婆婆面前 祈求着原谅 这天徐沈找到丞翰 自诉在婆婆房间找交易明细 以及公证文件时 意外被回家的丈夫撞见 徐沈谎称睡不着 便看看婆婆有没有精神镇定计 然而丈夫却知道 她正在接受心理医生的抑郁症治疗 可是丈夫却装作不知情 而那张让徐沈感到崩溃抓狂的嘴 从不为自己说句公道话 徐叔只看到婆婆从年轻开始所吃的苦头 而自己如今已经五十多岁 一把年纪却还要面对婆媳问题 每天从清晨折腾到深夜 丈夫不仅看不见 反而让自己一次次的忍让 徐沈认为丈夫看穿了她的意图 早已把交易明细 以及公证文件藏了起来 不让自己找到 如今婆婆已经拿到诊断证明 正准备起诉自己 承翰从徐沈口中得知 徐叔为人善良 一直记得婆婆过去经历了艰苦 虽然对婆婆百依百顺 可丈夫对女儿们也很温柔 除了婆婆以外的事 未曾对自己大声咆哮过 如今严重的抑郁症 使得要事均以无效 见此承翰提议 不仅提出离婚诉讼 还要反告对方妨害明欲 只是需要徐沈从现在开始 一直一定要坚定 一切必须按照自己说的去做 首先徐沈从来没有打破婆婆 而是婆婆控制不住怒气 用力推了徐沈 但她推不动 自己反而向后跌倒 这样儿戏殴打婆婆的谣言 会在街坊邻里之间传开 就可以针对这一点 反倒她妨害明欲 承翰让徐沈想想房子 对方不是同样撒谎 硬说是她的吗 另一边 盛翰的死对头朴律师找到徐叔 主动请英帮着徐叔进行离婚辩护 徐叔从调律师口中得知 徐沈每天都在为离婚官司做准备 一回到家便质问徐沈 是否找了律师 声称自己不会坐以待毙 希望徐沈最好不要把事情闹到法庭 让这件事到此为止 然而徐沈并没听进去 反而声称没有殴打婆婆 如今谣言到处流传 自己一辈子都被婆婆看不起 以为自己不在乎名誉 那自己就告她妨害名誉 气得不行的徐叔 直接找到调律师安排的小崔 小崔建议徐叔 在跟妻子谈谈妨害名誉的事 于是徐叔找到徐沈 让他别想什么提高 清醒一点 为孩子们着想一下 然而徐沈立场异常坚定 一度的让徐叔认为 妻子是那么的陌生 还是妻子原本就是厚颜无耻的人 结婚这么多年来 不曾对妻子大呼小叫过 自己居然为了这种人愧疚了一辈子 就在此时圣汉走了进来 徐叔直接转移矛头 质问着程汉为什么教妻子撒谎 感觉自己的人生太过冤枉 这里可以看出徐沈内心很难受 只能强忍着离开 程汉见此告诉徐叔 深信不疑的老婆撒谎 都觉得天塌地陷 那么徐沈被婆婆羞辱了一辈子 即使是受到精神虐待 她还是凭着对丈夫的信任撑下去 而身为丈夫编造房屋产权谎言 徐沈又是何种感受 很快到了调解日子 双方律师先后做了诉求辩解 可几十年的夫妻如今对不公堂 双方心里都不是滋味 就在此时 徐沈突然叫停 主动承认动手打了婆婆 但关于那栋房子 自己还是要争取属于自己的部分 徐叔听到徐沈承认错误 内心更是五味杂陈 紧接着交出了公正文件 听着清晰的录音内容 徐沈泪洒现场 当晚 婆婆得知徐叔败诉 责骂着儿子为何要自毁前程 更是提到校长千金 然而当徐叔道出当年的真实情况才得知 当年徐叔不愿入坠女方 为了照顾母亲才退婚的 而自己早已喜欢徐沈很久 这时婆婆才知道毁掉儿子的是自己 责备着儿子为什么不早点道出事情 而后面对儿媳突如其来的跪下道歉 婆婆终于解开了心结 真心的希望变成真正的一家人 退休的男人患上了肝癌 她的妻子却在美容院坐着高级护理 如今医生下达通知 如果接受肝脏移植 她能存活的几率很高 而她的妻子不仅不愿捐赠 还催促着丈夫尽快打钱以满足自己的私欲 生活压力虽大 三儿却愿意捐赠 而在几天前 三儿找到原配妻子 无论她如何苦苦哀求 妻子就是不同意离婚 因为在妻子眼里 只有丧偶没有离 因此崔教授协同三儿找到盛汉 希望她能证明两人的婚外关系 如此崔教授才能顺利离婚 成汉告诉他们 有则配偶在离婚官司中 通常很难获得有利的判决结果 说白了就是不想接受 见此崔教授不愿过多纠缠 崔教授道出实情 韩国律法规定 必须具备配偶身份 才能进行捐赠 成汉通过了解 得知崔教授的妻子身体 非常健康 原本轮不到三儿来捐赠 可崔教授妻子 比起离婚更希望守寡 甚至买了众多保险 就等着她早日归系 成汉再三询问 得知崔教授还有益子 今年16岁 目前正在国外留学 只知道父亲生病 详情并不知晓 因为他的妻子 什么都不肯告诉儿子 尽管崔教授生了重病 他还得支付孩子的 每月高达400万的留学费用 还有维持妻子的品位费用 几天后 崔教授的儿子 直接来到了律所 他本以为成汉接受了委托 没想还在考虑 男孩告诉成汉 家里没一个人是正常的 大人们自有他们的处理方式 他好奇的是 自己是不是可以按照医院捐赠 因为他想把肝捐给父亲 但是他要圣汉帮助自己 让他的父母答应 不再送他出国留学 成汉只得告诉男孩 器官移植的审查 并不会因为血缘关系而放松 次日 成汉找到崔教授 告诉他男孩曾来找过自己 然而崔教授并不惊讶 因为儿子提前回国 是三儿悄悄给他打去的电话 他的妻子得知以后 恨丈夫的不知羞耻 找那么一个没水准的女人 如今妻子的期望只剩儿子 希望儿子能够安心完成学业 可儿子决定捐赶给父亲 不仅不想出国留学 甚至大学都不再考虑范围 同时责备母亲 自己得了恐慌症 他不在乎 丈夫得了不知之症 也不在乎 随即儿子摔门而去 成汉表明自己愿意接受委托 但是一旦开始 就非赢不可 接下来 崔教授的承受两个结果 第一 所有的癌症保险全部解约 第二 他可能因此成为前科犯 另一边妻子找到仨的店里 嘲笑着他没有水准 以为娟干就能当上教授夫人 而丈夫之所以能当教授 完全离不开自己的功劳 如若不是自己放弃晋升机会 成为丈夫的坚强后盾在家相夫教子 他能有今天 可结果却是丈夫被地里找三 还要求自己离婚 谁知说着说着 两只老虎便扭打在了一起 很快到了庭外调解的日子 成汉当众播放了妻子与保险人员的一段录音 里面播放了妻子对丈夫私自解约 而让他拿不到授险理赔的种种不满 甚至认为丈夫死了 就该留下保险理赔让他与孩子维持生计 原来 几天前成汉所提的两种莫名结果 只是因为他得知保险员是崔教授妻子的闺蜜 保费也是妻子在缴纳 只要他去解约 保险公司就会联系缴费人 这样就能拿到妻子与保险员的通话记录 然而这样做的结果 就会违反私密保护法 让他背上前科 不过崔教授认为命都快没了 前不前科已经毫无所谓 此时对方律师反对这项举证 可事关重大 法官还是列入考虑范围 最终崔教授如愿结束了婚姻 不过接下来面临的僵尸另一场闹举 而圣汉则是摇了摇头离开 男人拖着锄头想要让妻儿跟着自己回家 因为他只是普通的农民 娶了来自越南的年轻新娘 却被无底线率所拿来大作文章 使他成了网络征讨的对象 如今妻儿被众人保护起来 老马愤怒的大声嚷嚷 而他妻子左手打着石膏躲在后方 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 这时金花律师所的情音调告诉老马 他的妻子打算离婚 若是他再继续暴力相向 就只能申请禁止接触令了 眼看着妻儿被人带走 老马情绪瞬间激动起来 好不容易买来的媳妇就被人带走 让他感觉自己很冤 声嘶力竭后一屁股坐在地上 秦英调见此立即上前 顺势递上自己的名片 并推荐成汉做他的辩护律师 告诉老马此人很是厉害 老马以为是真心帮他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秦英调的计划 当圣汉见到名片时 特地打扮了一番 因为他明白这些伎俩 想要利用这桩案件摧毁他的人生 于是来到金华事务所 顺势确认朴律师在当年妹妹的离婚案上 到底有没有尽力 只是朴律师始终不曾改口坚持几件 成汉见此深有体会地认为 律师跟骗子只有一线之隔 如果没有实力又缺钱的家伙获得律师头衔 会酿成比天灾更可怕的人祸 而那些没实力又罔顾人伦道德的混蛋们 无论在哪高就 终究只是任人摆布的草包傀儡 随后掏出名片让朴律师转告秦英调 一二五尾号出现的真是好时机 因为他曾调查到妹妹死前所打的电话尾号 正是这串号码 也是这通电话 才让妹妹失魂落魄地走上车道丢了姓名 另一边 秦英调找到公公 一边诉说着与基因舅舅的委屈 一边搬弄着婆婆的是非 声称婆婆常去圣汉的事务所 而圣汉又是专门负责离婚案件 没想公公并不在意 认为那是不可能发生的 更是觉得秦英调婆婆比任何人都清楚 甚至劝儿媳不要让儿子对她失去兴趣 适度地调整好心情 今后别再耿耿于怀就行了 然而 秦英调转头便命令条律师安排媒体 制造老马家暴越南新娘的舆论来除掉圣汉 画面一转 成汉拿着棒球棍突然朝着事务长回去 原来老马第一次来时 就把自己五十件的针断证明交给了他 如今他喝水都是用左手 而他妻子为了保护自己 举起左手挡住棍棒 可问题来了 如果左手挥舞棍棒 常人第一反应都是用右手防御 而右手挥舞则是左手防御 不过成汉认为不能妄下定论 一切还得缜密调查 第二天 成汉正和秦英调婆婆商量离婚事宜 他却收到老马的电话 这才得知老马遭到网络暴力 当晚 成汉给老马打去电话询问情况 从中得知 老马家境并不富裕 当年还是他妈妈坚持让他去越南买妻 当他见到妻子以后 就已认定了妻子 妻子的家境更加贫寒 他认为只要自己多做农活 应该能养活妻子一家 所以决定好好与妻子生活 可如今到底是谁该同情谁 是自己太过天真 认为50岁当上爸爸值得高兴 没想到了如今的年龄 还得遭受网络暴力 成了人人喊打的人渣 成汉决定帮他恢复名誉 首先得证明自己 不是花钱买妻回家施暴虐待的人 而他也已做好了权力备战的准备 50岁的男人就因为妻子提出离婚 便开始把家里的东西又摔又砸 先是恶语相向 紧接着对着女人棍棒相加 犹如儿时父亲殴打母亲那般 虽然老马被警方带走 但随着案件演变成社会版的重大议题 年轻的越南妻子成了焦点 导致老马被迫出现在大众视野 如今为了转移大众视线掌握舆论 起初盛汉想把自己包装成业界精英 及万千优点俊俏程度堪比明星的隐藏仆玉 然而这种严过于时睁眼说瞎话的方案 很快便被同事否定 最终在小崔律师的建议下 使用盛汉醉酒当街激情弹奏钢琴的视频来成为话题 于是在瑞震的帮助下 盛汉参加了一场电台的直播栏目 伴随着钢琴家转行做了律师 话题直接被带入买七家暴的离婚案件 而他则是家暴者的委托律师 网友们一听这话 瞬间炸开 纷纷指责无良的钢琴律师为了赚钱毫无下限 大家应该团结起来让他混不下去 成功地将舆论方向吸引在盛汉身上 秦英调见词找来老朴以及间谍小崔 小崔坦言自己入职就告诉了盛汉自己间谍的身份 如果秦英调想要自己提供情报 就得给出不一样的回报 秦英调见他如此冤华 便答应只要情报的价值足够 老朴的位置也不是不行 另一边 事务长与老赵来到乡下了解情况 他们在农药店打听到 老马为了养活越南妻子的娘家 加倍工作以至于累得要命 而他妻子却以学韩文为由成天往外跑 这么高的热诊 韩语不仅不长进 反而一天到晚喝酒 还搭出租车回家 更是看到越南妻子和年纪相仿 不知是越南还是菲律宾员一起吃着炸鸡喝着啤酒 气得老板好心地提醒老马 却遭到情同兄弟的老马一顿呵斥 很快到了备受关注的买七家暴离婚案的开庭日子 盛汉当场急问妻子 他只有一个问题 孩子姓马 是老马的孩子对吧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越南妻子竟需要翻译 原来电台直播后 老朴便找到越南妻子 叮嘱他可以在法庭上说话 但不能对自己有所隐瞒 不然他们两人都会完蛋 于是越南妻子坦白孩子并不是老马的 而孩子生理上的父亲不仅失踪还换了手机号码 更是不接他的电话 此时老朴为了赢得官司 开始记录虚假事实 也就是老马施暴当天 妻子向他提出离婚还说要带着孩子回越南 老马当即大发雷霆 他不明白自己哪里做得不好还是做错了什么 随即老马在家里又摔又砸 直到隔壁奶奶出面阻止 然后护着他离开 为了带走孩子 第二天越南妻子返回祈求 然而不仅遭到老马追逐 还声称为他花了很多钱 然后一气之下操起旁边的木棍 对着他砸了下去 使得他左手骨折 直到警方赶来带走老马 他才接到孩子得以解脱 然而另一边老马告诉圣汉 自己到现在都不知道做错了什么 但承诺自己会改 可不管自己怎么安抚都没有用 妻子一心想着离婚 就连永久居住权都不想要 只想返回越南 而自己在酒精的作用下失去了理智 虽然他又摔又砸 但他不想变成爸爸那样成天家暴妻子 而他在打砸完后 就立即被警方带走了 孩子也被妻子从85岁老母手中夺走 妻子也被相关人员带走保护起来 回过案件 圣汉总感觉透着蹊跷 警方与相关人员的迅速 犹如事先安排好一般 再加上越南妻子家庭本就贫困 还要带着孩子回国 于是圣汉找到乡下的老马 其实老马早就知道儿子并非亲生 然而为了85岁的老母 不被闲言碎语所气死 他便忍下一切 老马认为就算不是亲生 可法理上还是自己的儿子 只要能继续生活下去 或许能感动他最终 还是能成为一家人 圣汉摇了摇头 认为如果继续被当成 买气家暴的人生活下去 那老马的人生将毫无名誉可言 于是圣汉当庭申请给老马 和他所谓的孩子进行亲子鉴定 为了重伤丈夫 女人不惜只是婚外男友 打折自己的左前臂 以达到诬告丈夫家暴 避免有则配偶不得诉请离婚的法规 庭审现场 老朴认为 老马妻子在既没有熟人 且语言不通的陌生国度 基于对老马的信任 而展开的婚后生活 原本以为世嫁做人妻 没想是被迫协助务农 一万两千平米的农田 没有雇佣任何人手 以至于妻子患上严重的产后忧郁 而她只是想回娘家 见见许久未见的老母与弟弟妹妹 就被过分地打到左前臂骨折 关于农活的事实 圣汉非常赞同观点 然而妻子曾经表示 需要时间适应韩国文化 于是婚后几年 一直是她的婆婆 以87岁的高龄 打理着家务以及照顾孩子 而妻子所谓的被迫协助务农 算下来时间约莫三个月 虽然也算一段很长的时间 可她的丈夫一年只有仅仅四周的休息时间 其中还包含着各种节日 工作时间更是从凌晨四点忙碌到晚上八点 就是这样的生活 她的丈夫一直从结婚持续到现在 如此也算对妻子的劳力剥削 为此圣汉更是提供了邻居们的陈述书以示佐证 紧接着圣汉只有一个问题想问 孩子真的是老马的吗 于是圣汉申请进行亲子鉴定 老朴却以圣汉议测为由进行反对 圣汉提出并非议测只是有着些许疑惑 孩子的血型是 越南妻子是欧 那么丈夫应该就是欧币获准 可是圣汉地上老马血型检测报告 上面明确写明她是B型 其实老马从孩子生下来时就看到鉴定结果 老朴见着此路不通 于是死咬着老马有严重的施暴倾向 会给妻子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然而根据圣汉了解 老马和他母亲皆否认进行过殴打 然而事发之时一枚监控二枚人证 圣汉只想知道老马施暴当天是用哪只手殴打了他 可一切都是妻子找人故意为之 只能谎称右手 于是圣汉递交了老马右肩接受50间的治疗证明 而治疗时常常达一年之久 别说重物 就连筷子都拿不好 如今只能用汤匙吃饭 而作为妻子 丈夫肩膀如此疼痛却不知道 至此 老马买七家报离婚一案就此完结 当他们走出法庭 记者却询问会不会反告妻子防害名誉 圣汉随意地反问记者 难道这场案件 就只有妻子防害了老马的名誉吗 随即看了看四周的记者 故事的结局 老马不仅没提告 反而帮着妻子重新找了房子 最后妻子协同孩子返回了老马的家 虽然孩子并非亲生 可她总想在孩子身上找出关联 硬说孩子的脚趾与自己很像 另一边 圣汉妹妹曾经的婆婆找到她 似乎有着离婚打算 而她的丈夫已急而急 情因调又将怎么应对 财罚妻子为了离婚分的更多的财产 拿出花费数十年收集的丈夫 找三姐的罪证 里面详细地记载着各位三姐的名字 职业 交往过程以及各种开销 起初马夫人只是为丈夫 沾花惹草进行善后处理 然而一个接一个的出现 让她忍受了数十年 如今不再忍受的马夫人找到圣汉 希望她能帮帮自己 然而老头并不喜欢圣汉 知道妻子要与自己离婚 反而提出帮着妻子 重找一个律师对抗自己 回到家老头便收到离婚撞诉 于是找来新儿媳秦英调 让她与律师团见个面 当个中间的传话人 秦英调却反讽如果自己是个妮丘 反而会坏了公公的好事 让她更加难堪 然而公公明确表示 虽然看不上她 但她做事不加掩饰 如今妻子肯定会把自己 过往的异性关系抖落出来 秦英调要做的不是对抗 而是与圣汉讲个好价钱 见此秦英调趁机所要好处 希望能得到 祭子基因的所有股份 老头一听瞬间严肃起来 思律再三觉得 把孙女的股份交给她 不过却有条件 如果事情半杂 那么就安分地过日子 于是秦英调为了赢得 这场不能输的赌注 她一改强势的常态 直接把金花律所的 最高职位让给老朴 与此同时 马夫人希望圣汉能多 争取一些股份 因为她很需要钱 然而圣汉不明白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 选择自己帮她 马夫人觉得 随着年龄的增大 胆子越来越小 而圣汉不仅有能力做事 也能坚持到底 可如今圣汉面对的是 六人的律师团队 对方收集了马夫人的各种黑料 家务贡献 以及纸醉精迷的证据 圣汉这边同样了解到 老头能有现在的企业 马夫人同样功不可没 她父亲曾经拥有一块地皮 作为陪嫁 却一直是马夫人父亲在搅地税 虽然过了很久地皮财飙涨 可换算下来 也能拥有20%的集团股份 公司市值粗略计算五兆韩元 马夫人就要分的十亿 这让圣汉不敢确定 马夫人离婚的真假 时间不等人 很快到了双方律师见面的日子 圣汉自信满满地踏进大南集团 把整理好的资料交给对方律师 对方拿到资料并无争点 而是选择研究后再进行商讨 对方平静的态度 让回到律所的圣汉感觉似乎太过容易 就在这时 她的外甥基因尽孤身一人跑到她的办公室 面露难色地请求着圣汉帮忙 这个女人为了更多权利 不光设计害死继子生母 还禁止她与舅舅接触 为了进一步蚕食年幼妓子即将获得的权利 竟然后期脸皮向着公共索要股份 甚至开除了看着妓子长大的司机 如今基因感觉自己快要完了 身边已经没有可以值得信任的人了 圣汉只能无奈地向着外甥道歉 虽然她没有监护权 无法守护外甥 但是她学的是法律专业 为了解救外甥 圣汉决定从现在起立刻开始寻找一个 让她自在的地方和自在的人 第二天圣汉查找了所有卷宗 企图找到类似案例 然而直到深夜仍旧没有找到 于是她找到马夫人 决定退出她的离婚案件 圣汉认为马夫人为了离婚准备了充足的证据 虽然这场过于简单的诉讼 不能让她拿到50%的股份 但是圣汉已经和对方律师团完成协商 马夫人将会获得27%的股份 马夫人明白这一切都是自己的新儿媳在作妖 于是找到情音调 直接让他们把基因的监护权交给圣汉 甚至认为儿媳开除基因的司机是在警告自己 情音调却狡辩声称一切都是为了基因 反而认为婆婆处处针对自己 明明自己家境优厚 又和丈夫青梅竹马 婆婆却处处阻挠自己 然而她的小伎俩完全瞒不过婆婆 一个为了钱 看待她人充满敌意又不安的人 明明上学的地方很远 却特定跑到自己儿子学习的地方打工 儿子出国留学 她竟申请巨额贷款跟随而去 甚至死皮赖脸地与儿子同居 这种努力过头的做法 让婆婆感觉作误 马夫人更是透露出 当初情音调给基因生母打电话的通话内容 虽然并非她找的肇事司机 可也是造成惨案的直接原因 听到这话 情音调在没有刚刚嚣张跋扈的起 与此同时 被开除的司机找到盛汉 透露出基因近几年的种种变化 基因从三年级开始就变得沉默寡言 只有和盛汉在一起的日子才会好上一些 她曾多次告诉情音调 可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晚间 盛汉接到警局打来的电话 原来是老赵帮忙跟踪新司机 被对方发现而进了警局 此时情音调表明借一步说话 她认为一向无欲无求 能为了慈善而卖掉唯一房子的婆婆 突然执着于集团的巨额财产 一定是盛汉从中作梗 如今还对基因的股份动起心思 盛汉看着这个喜欢自行脑补的女人 忍住想揍人的拳头 转身就走了 隔天她便找到马夫人 虽然已经明白为什么马夫人急需巨额资金 可还是想她亲口道出 盛汉猜测马夫人做这一切 是担心情音调吞掉基因的股份 所以想预先防范 而妹妹出示当天的通话内容 马夫人肯定知晓 但她想知道马夫人如此费尽心思保护基因的理由 明明儿子比起孙子更为重要 原来 马夫人年轻时一次外出旅行归来 发现丈夫竟把秘书带回家里 就在她进退两难时 只有盛汉的妹妹也就是当时的儿媳愿意接近自己 她明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却什么话也没提 只是一味地带着自己散心 也就是那时 马夫人发现基因妈妈有了身孕 而自己也是第一次与基因见面 可在儿子的婚姻问题上 她却无权干涉 没能阻止他们离婚 知道了一切真相的盛汉 第二天带着左右护法找到外甥 正是接受她的委托 而她与秦英调的决战即将开始 作为专业的离婚律师 她却干着宁差时做妙不回一桩婚的事情 成功挽回了马夫人的婚姻 因为盛汉不想她为了孙子能有安定的未来而选择离婚 她的丈夫也在给足台阶的情况下同意给她应有的股权 当老头得知盛汉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争取基因的侵权 她便扬言自己的律师团队会全力以赴保住孙子的侵权 然而夫妻两人刚决定继续维持原有的生活模式 却因老头作死 坚决反对基因跟随舅舅生活 她认为盛汉和秦英调是同类人 他们如此执着基因的侵权 都是看重的自己留给基因的股权 甚至扬言没人能够抵挡金钱的诱惑 听到这话 马夫人坦言 自己后悔了 因为盛汉曾附加条件 她要马夫人拿到财产分配以后 别留给基因 她会用自己的房产供基因读书 成家 另一边盛汉几人正商量对策 目前只有司机愿意出庭作证 而马夫人因为情况特殊无法出庭 如今只有找到基因爸和秦英调 在妹妹离婚时的违法行为 自己才有一定胜算 接下来盛汉先要确认基因的态度 在她明确表示 如果她继续留在这里 以后她将会成为超级无敌有钱的富豪 而跟随自己 只有外公留给他们的一栋小楼 供她读书 长大结婚 基因认为自己现在虽然很有钱 可一点也不开心 她只想快快乐乐地跟舅舅生活 很快到了开庭的日子 圣汉当庭认为 基因在三岁建立亲密关系的重要时期 她却因生母被迫离开 陌生继母地乱入 让她小小年纪便承受了家庭的混乱关系 如今11岁 基因却患上了儿童忧郁症 作为从小看着基因长大的司机 更是证明了基因最近常常暴饮暴食 而她的继母在得知情况后 不仅直接选择无事 没过几天还把自己开除了 圣汉认为 在基因的人生经历当中 经历了生母的突然分离 而一直陪伴她时间多过 父亲的司机叔叔突然被开除 甚至唯一的舅舅也不许相见 会是什么心情 然而对方律师在诱导司机失败后 秦英掉进安排 现在的司机谎称一切正常 基因并非失踪 而是取得她同意后才去找的舅舅 没想打脸来得如此之快 在监控录像下 明显证词与事实不相符合 原来秦英掉早就赠送她一台豪华汽车 让她上庭作伪证 见词不通 要安排管家否认报饮报食 声称基因在家也是这么吃的 可在监控录像下 基因的食量明显不服 甚至噎到垂胸顿足 当最后一位证人入场时 秦英掉明显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 原来她早在开庭之前找到老朴 以一间咖啡店为报酬 让她否认当年曾将圣汉妹妹 患有精神病史的事情透露给自己 致使圣汉妹妹失去基因的侵权 而圣汉认为毫无剩计的老朴 当年明显输了官司 却立即成了对方那种顶尖律所的合伙律师 老朴静厚颜无耻地表明 律所看中了她的能力 更让人疑惑的是 开庭前几天她却突然离职 并获得一家连锁咖啡店分店 这家分店与律所毫无瓜葛 反而是基因父亲提供的 见此 老朴静认为自己业绩太差 才会给他不服的离职经 让他自觉走人 而秦英调又是基因继母 同时也是律所高管 没什么不合理的 由于目前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 即便圣汉再次追问 并诉说伪证的严重后果 老朴依旧不知悔改 如此 法官决定派遣人员 与申请人际应面谈后在择日开庭 很快到了二审 对方律师主张 基因父亲并没有做出滥用侵权 或者明显不当的行为 然而让基因吃得饱 穿得暖 还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虽然与继母同住 有必要严重到需要停止侵权吗 圣汉见此反问 孩子有吃有穿就能有优秀的情商 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是爱与安定感 而基因现在的家庭并不拥有这些因素 就在这时 基因爸主动申请成为证人 原来二审前 圣汉曾找他 质问他是否知道 轻音调打给妹妹的通话内容 如果知道 又会是什么态度 为此 基因爸找到马夫人 从他口中得知了通话内容 于是停上基因爸亲口承认了 前妻的精神诊断证明 是老朴泄露给自己的 有了这一番证词 基因明显不再适合 在一个为了争权夺利的环境下成长 圣汉赢得最后的胜利 获得了基因的侵权 官司结束后 恶人有了各自的下场 情音调夫期间的关系 明显产生了隔阂 而老朴由于官司败诉 不仅到手的咖啡店化作水漂 还因劣迹斑斑被吊销执照而无人敢用 如今他做到了守口如瓶 换来的却是一瓶如洗 故事到这也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陪伴与支持 咱们下部剧再见